台上女子用英文侃侃而談工作 2014年任職於資策會的高宏安 代表客製企業進行論壇簡報 然而上傳影片的單位正式資策會 支持高宏安的新證據曝光 網友喊話資策會別心虛下架影片 然而到底有沒有違法堅持 雙方各說各話 針對綠營指控 任職期間違法兼差 高宏安在臉書反駁指出 科製企業是資策會協助孵化的新創公司 而他當時在資策會的工作範圍之一 就是輔導科製的出生和成長 還貼出照片當作證據 媒體報導寫得清楚 2016年曾以科製業務處長身分 向總統蔡英文一行人展示工作成果 而且照片提供單位也是資策會 高宏安質疑資策會不可能不知情 資策會在這個公然在國會說謊 說資策會完全不知情高宏安在科製的內容 我想這些都已經一一的 在我們時代的證據 所留下來的證據中一一的被打臉 高宏安憤怒澄清 喊話別在證據抹黑 不過這樣的回應對手買單嗎 查跟資策會當初的勞務契約 或是拿出稅務資料就知道有沒有 領科製企業的薪資或報酬 這非常的簡單就可以判定 資策會已經宣稱要尋法律途徑 確認有無違反勞動契約 高宏安與資策會的爭議 一波還未平 一波又起 華氏新聞 陳怡寧